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土耳其警方当地时间经9日于首都安卡拉、安克拉逮捕111名伊斯兰国IS嫌犯。 目前土耳其政府正在解析相关文件当地从1月发生夜电销IS枪手杀39人事件后,警方致力于伊斯兰国组织的逮捕行动。 据安纳多鲁吉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政府近日针对245名嫌犯发布逮捕令后,警方投入1500名警力参与反恐行动。 他们今日在一场大型反恐行动中逮捕111名伊斯兰国组织嫌犯。 报道指出,土耳其于过去两年间不时遭到伊斯兰国圣战事发起攻击事件,包括新年期间发生在伊斯坦堡一间著名夜店一名伊斯兰国组织枪手杀害39人的枪击案。 报道也提到,尽管今年1月起伊斯兰国组织袭击事件已趋于平缓,但土耳其警方为防范该组织的攻击,他们每天都会于土耳其各地进行搜捕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